今天提出什麼 七大處方籤 結果見共見老虎 柯文哲的長照政策 在臺北市一座起床的時候 三個第一 倒數第一 天下雜誌評比的 是柯文哲 三連霸 二十二縣市的縣市長 三連霸 倒數第一 現在高雄我們隊伍在四連霸 柯文哲你還有臉講這個 倒數第一 這都審計不下 這 這是全國統計的 這不是我們在這裡 慶祭跟他講講的 你這個都做不好 台北市就做不好 然後你現在發現說 你民調在老人這一塊很低 還看到成績了 去用什麼長照三點零 你就隊起來 手術三在亂說亂說 你可不可以振作一點 我看你現在很可能 我跟你說 你不要一直跟在人家後面 那年輕人說學人精 就是你這種的 文哲大說要來高雄開張 沒有人 所以他們的群組就說 不然大家叫十個 幹部叫三十個 下面問的最關鍵的問題是 有沒有午餐 這如果是很熱情的民眾 不會去問這個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看到這個明星 譬如說我們要看郭台銘去洗牌子 探討我郭台銘今天一堆洗牌子 要來教郭台銘 一個手 搶一個胸 問一個富豪的手 誰是粗 還是軟 我們會問郭台銘去 我們去 郭台銘才有請大家吃飯 賣 柯文哲動完的問午餐 早餐 這很簡單 就是說沒什麼人要去 如果有人要去 這都不用問了 當市長的時候沒有做 那你現在要選總統了 你真的會做嗎 我們請教翊川哥 因為你看喔 現在是不是因為柯文哲受到民調的壓力 年輕人下滑太快 所以要從長者這邊再撈回來呢 因為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賴慶德呢 三十八點二趴支持度領先 侯友宜十八點八趴 那現在柯文哲已經來到十六點三趴 郭台銘七點三趴 那你也看到以美麗島電子報來講 其實柯文哲已經好多次是老三的角度了 那如果他是老三的話 那他現在是不是要趕快從長照這邊 趕快拉回來補一點呢 柯文哲就是學人精啦 因為整個天我們青帝了 青帝了提出這一個長照三點零 現在臺灣做到二點零三點零 柯文哲說拜託我們醫生 要說這長照我們也很厲害 今天提出什麼七大處方簽 結果見說見老虧了 柯文哲的長照政策 在臺北市一座啟動的時候 三個第一 倒數第一 剛才議會議員有兩 什麼病 什麼長照涵概率 什麼服務的床位數 學區來這裡要去製造中心 三個第一 倒數第一 天下雜誌評比的是柯文哲 三連霸 二十二縣市的縣市長 三連霸倒數第一 現在高昂我們隊伍在那四連霸 就是民眾黨做市長的 都倒數的 柯文哲你還有臉講這個 柯文哲為什麼 通常要對這個 因為民調 美麗島民調 很可能 六十歲以上的 六十歲以上的 只是柯文哲的 沒有到十八 有時候落到五八 什麼七八八 那比之前低很多 沒有到十八 這幾個月而已 柯文哲對老人不好 大家都知道 以前什麼老人 什麼政樓 現在他說要財政紀律 要怎麼樣 現在雄雄說什麼 我這長照要送兩千 兩千八百幾 驚死人 跟一個公告一樣 一天來回兩島沒問題 一個柯就告不好了 還有兩棲部隊 就是這種的 出一支槌了 你當市長都做不好了 然後你現在要選總統 所有人都要跟你說 你當作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所以你提個兩千三百億 你們過去在命說 把這些錢給老人 把這些錢給老人 不符合世代正義 什麼錢給老人 年輕人就要背很多的債 現在市政府 如果把錢拿給老人 那以後這個市政府 財政就很多缺口 如果台北市的年輕人 就要背很多債 你們以前都這樣說的 你現在怎麼想要拚兩千三百幾 兩千三百幾 你跟我說 基地對來 年輕人身上 我是年輕人 我聽到兩千三百億 我會怕 過去那些發言人 不就出來道工一下 道工一下柯文哲 現在兩千三百億 是經過我們計算完 沒有問題 不然你們進行在說什麼 你這種跟剛才 議會說的 這個什麼倒數 你這都審計不下 這授記都全國統計 這不是我們在這裡 正在說一說的 你這個都做不好 台北市就做不好 然後你現在發現說 你民調在老人 這一塊很低 還看到青鐵 去用什麼長照三點零 你就退起來 所持人在亂說亂說 你可不可以振作一點 我看你現在很可能 我跟你說 你喔 你不要一直跟在人家後面 那年輕人說學人精 就是你這種的 你可以有一點新的idea 新的作法嗎 不要一直跟在我們青鐵後面 滾開 剛才說長照 想要自己開對不對 想要老人 老人要長照老人要自己開 醫藥這些錢都算在賣 不要說醫藥 就是這個制度推出來 我們啊 那老回六七十歲的錢 都什麼 都他們兒子在賣 他們兒子在賣 他們兒子在賣 所以無價沒了 就是提一個 提一個政策 叫這裡上班族賣 但是說你那個 大家那個那個什麼 你老闆給你的薪水帶的時候 裡面再加一條 那老回 老回要怎麼 因為老回要沒收到 都是這個上班族在賣 所以這整個制度聽起來 聽起來不錯 可是這裡頭 最後的那個話術的結果 就是說這些政策 要跟大家鄉親說 你們上班族 以後你們爸 你們阿公 那些錢 你們再加了一條幾六百塊 你們覺得這樣對 他們這幾個都是賣 所以現在就老人 路口開竿 因為要老人 大家問說幾點 就說你們賣 要來 吃完早餐再來 吃完早餐再來 那附近就洗洗 可能有菜市場洗洗 那那個文貼拖 文貼拖就要演講 我就跟你說這文貼拖 這鐵很難念 就不要再用這支 那些折割就好 文貼拖說 要來高雄開競 沒有人 所以他們的群組就說 沒有人 下面問的最關鍵的問題是 有沒有午餐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叫大家要吃完早餐再來 這沒有問題 他說問題是 演講之後 可能11點 11點半 有沒有準備午餐 11點半之前 在12點之前 你就自己回家吃自己 不就好了嗎 所以 這如果是很熱情的民眾 怎麼說 不會去問這個 就是說 我們要看到這個明星 比如說我們要看 郭台銘去洗牌子 探討我 郭台銘今天一堆洗牌子 要來教郭台銘 一個手 摸一個上 摸一個富豪的手 誰做 臭還是軟 我們會問 郭台銘去 我們去郭台銘 請大家吃飯 不會 柯文哲這 動完的問 午餐到早餐 這很簡單就是說 沒什麼人要去 如果有人要去 這都不用問了 你如果自己要走去都不用問 早餐到午餐 所以這一個動員 現在看起來 八百人 八百人 如果是一個廟口 也一一六六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動員八百人 通常一現場 差不多兩三百而已 為什麼 因為不好動員 以前 柯文哲 因為他的魅力 所以他也不用動員 他就說柯文哲 我今天要去哪裡 大家就去 可是柯文哲的勢力 已經差很多了 所以 柯文哲 民眾黨 你們怎麼會淪落到 還要去動員 然後人不夠 廟口 還要請一些有的 什麼龍鳳城翔的 什麼八加九的 八加七的 叫那些人來 其實 從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選擇 廟口 開獎 就是一開始 就走錯路了 為什麼 他走廟口 我跟你講廟口 開獎很大 很大 你要動員 人去那裡實在是很困難 加上沒有這些任何的誘因 柯文哲現在也沒有魅力 重點是去高雄 請問高雄民眾黨有提名任何候選人嗎 沒有啊 他沒有提名任何候選人 不會有人幫忙動員啊 就只有那個高雄市黨部啊 高雄市黨部如果動員 各位黨部的主委 各位執行長 是動員不到 沒有候選人的地方 要動員都非常困難 除非這個柯文哲 現在還有魅力 可是現在看起來 他在高雄沒有魅力 那怎麼會差那麼多呢 突然間 突然因為 以前的大陸議員說 柯文哲 什麼新政治什麼 自從什麼716遊行 什麼醜女廖 現在對女性不尊重 還嚇到什麼館長 一些有的沒有的 互聯百標 都騎騎集會 現在又回到高峰安 是因為你民眾黨 也沒什麼穿起來想 就說也不是很青年 也不是很開放 現在就是說 縣市長評比 四連霸倒數最後一名 對一些支持民眾黨的集集架來講 今天又來說我支持民眾黨 議會也支持民眾黨 我會說 假設 我會怕去柯文哲來 我們去看一下 我自己去 問題是當有一天 我沒辦法再開口了 你知道嗎 再開口 會嚇一跳 那天你要去柯文哲 那天要去柯文哲 給你搶 柯文哲 那些什麼 蝴梁巴標 龍鳳城翔 都去搶的時候 到時候 你會很浪費 你怎麼去那天 聽說你去 都沒有人要承認的時候 那個動員 自主動員的力量 就會變得很低了